春节将至面对入境旅客高峰 为了防堵非洲猪瘟入侵 农卫会祭出边境管制措施 包括旅客水深及托运行李 进行百分百检查等 根据统计111年违规 携带猪肉产品 遭到采法20万元的旅客人数 有169人 比111年增加43人 因此将加强输入邮包 快递货运等查器 尤其是腊肉 火腿等高风险肉制品运输 订购相关的肉制品 尤其是香肠 火腿 腊肉 这是春节期间常用的 我们的这些的产品 但是这个就是一个最高的风险 生物安全防治做好 绝对可以同时来做好 会做猪瘟 那口体液跟我们传统猪瘟的防疫 不买其难就是提醒大家 一本小小册带着随身出去 看到这些东西提醒自己 不要带回来 防检局推出 出国必看不买清单手册 加强宣导 至于国内则请环保署及地方政府 分别持续针对425羊猪场 增逐设备检查机查 与株质199头以下的 2026场羊猪场进行查核 维持滴水不漏防疫成果 另外外界关注国内鸡蛋供应量 及蛋价是否在涨 农委会表示 现阶段蛋产量接近七成 确实稍微不足 但会透过调配方式改善缺蛋情况 所以我们如果说现在的产量都能够维持在十二湾香以上 基本上我们到春节之前的蛋的一个工艺应该是还是足够的 黄金城强调等到这周加工蛋使用高峰结束后 农委会会再跟加工业者协调 同意优先调度提供民生使用 预计下周蛋量逐渐回稳 原始新闻火葱把渡台北市采访报导